这张电视台小强实验室 一个有责任担当 专业高度 社会影响的优秀栏目 大家好 我是非常喜欢吃的小叶子 欢迎收看浙江电视台小强实验室 小叶子 不久前我们披露了汽车行业备胎减配问题 很多观众就来问 什么样的轮胎配置才算没有减配呢 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轮胎配置的国际通行标准 目前汽车行业国际通行标准 大部分车辆采用两种轮胎配置 第一种配置是采用四个普通轮胎 配备小尺寸备胎 小尺寸备胎和千斤顶等随车工具 总价1200元左右 第二种配置是四个防爆胎 配备补胎液和充气泵 防爆胎又称低压叙事轮胎 防爆胎扎破后 车辆还能行驶80公里左右 我们了解到四个普通轮胎配备小尺寸备胎 和四个防爆胎配备补胎液和充气泵 综合成本差不多 小尺寸备胎和工具价格只有1200元左右 汽车厂家有必要减配吗 汽车厂家为了增加利润 他们的算盘可不是这样的 据了解小尺寸备胎架上千斤顶等随车工具 总价1200元左右 如果我们按国内主流汽车厂家 一年销量100万辆左右计算 减配小尺寸备胎和随车工具 每年可以增加利润12亿元左右 真没有想到 减配小尺寸备胎 一年能够增加利润12亿元左右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将对市场上主流的新能源车型进行调查 看看哪些品牌减配了备胎 特斯拉备胎调查 特斯拉Model 3采用普通轮胎 打开后备箱只有一个工具包 下面是三角警示牌 上面是急救用的绷带 特斯拉Model 3不仅减配了备胎 甚至连补胎液和冲气泵也减配了 再看特斯拉Model Y也采用普通轮胎 打开后备箱只有一个工具包 下面是三角警示牌 上面是急救用的绷带 特斯拉Model Y同样减配了备胎 补胎液和冲气泵 特斯拉减配了备胎补胎液和冲气泵 但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会说 特斯拉提供24小时救援 每家4S店只有一辆救援车 这辆救援车不可能24小时 只为你一个人服务 大家来看看我的遭遇吧 没有备胎等待救援场景之一 您是4S店吗 我的车轮胎扎破了 我现在在国道上 能不能过来救援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们店里只有一辆救援车 在您这个电话之前 有一位女士也扎破了轮胎 那我要等多长时间啊 要么等救援车回来之后 我再帮您处理吧 今天这出发 最低多度 低温微度 最低60度 让我等40个小时 让没有备胎的车子 我是再也不敢买了 没有备胎等待救援场景之二 您是3S店吗 我的车轮胎扎破了 我现在在山区的道路上 能不能过来救援一下呀 不好意思啊 今天是大年30 值班的师傅吃年夜饭去了 那过来需要有多长时间啊 吃年夜饭总要大概两个小时的 我估计三个小时之后能到您那 现在的温度是零下10度 让我在山区等三个小时 没有备胎的车子 我是再也不会买了 如果女生夜晚在山区 等待救援三到四个小时 实在是太危险了 就算4S店再信誓旦旦 再美妙的承诺 都无法掩盖减配备胎 给消费者带来的危险与不便 没错啊 你看如果有备胎的话 那么你可以自己换备胎 也可以请别人帮忙换备胎 主动权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但是车子如果没有备胎的话 那就叫听天由命了 特斯拉减配备胎 给整个新能源车行业带来的负面示范效应 是不可低估的 像特斯拉你看 它的电池呢 是在底盘下面 电机占据的空间也不大 所以它的后备箱啊 是完全有地方可以放备胎的 但是特斯拉就是要减配备胎 理想汽车备胎调查 理想万采用普通轮胎 打开后备箱 我们发现理想万减配备胎的同时 还减配了补胎液 只配备了冲气泵 小孩子 理想万比特斯拉厚到多了 还给了一个冲气泵 就算离家80公里的地方 我轮胎扎破了 我可以开两公里 下车冲一下气 再开两公里 下车再冲一下气 就算没有救援 离家80公里 冲气40次也可以回家 哎呦 冲气40次也可以回家 我感觉这句话 可以作为理想汽车的宣传口号 相当有卖点啊 比亚迪备胎调查 据了解 比亚迪采用普通轮胎 我们打开比亚迪焊EV的后备箱 没有备胎 但是配备了补胎液和冲气泵 比亚迪琴Plus DMI 没有备胎 但是配备了补胎液和冲气泵 比亚迪唐DMI 同样没有备胎 但是配备了补胎液和冲气泵 比亚迪Song Pro DMI 没有备胎 但是配备了补胎液和冲气泵 蔚来汽车备胎调查 蔚来ES6采用普通轮胎 没有配备备胎 但是配备了补胎液和冲气泵 蔚来旗舰SUV ES8采用自修补轮胎 这种轮胎内壁上有一层高分子复合材料 如果轮胎被直径5毫米以下的钉姿扎破 高分子复合材料能够快速自动修补漏洞 由于采用自修补轮胎 蔚来ES8没有配备备胎 配备了冲气泵 小鹏汽车备胎调查 小鹏P7采用普通轮胎 没有配备备胎 工具包里有补胎液冲气泵 小鹏P5也采用普通轮胎 没有配备备胎 工具包里有补胎液冲气泵 小鹏G3i同样采用普通轮胎 没有配备备胎 工具包里有补胎液冲气泵 我们发现小鹏G3i后备箱底板下面 有一个相当大的储物空间 所以电动汽车放不下备胎 只是汽车厂家为减配备胎 编造的一个谎言 刚刚我们对比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特斯拉最离谱 减配了备胎补胎液和冲气泵 林小万减配了备胎和补胎液 是的 虽然你看这个比亚迪 蔚来还有小鹏都没有备胎 但是至少在后备箱里 是有补胎液和冲气泵的 如果车的轮胎不小心被扎破了一个小洞 还可以应急地补一下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豪华品牌新能源车型的备胎配备情况 奔驰新能源车型备胎调调查 奔驰EQA采用普通轮胎 打开后备箱 奔驰EQA没有配备备胎 补胎液和冲气泵 我们发现后备箱里放补胎液和冲气泵的位置还在 经了解 奔驰是最近才减配了补胎液和冲气泵 奔驰EQC采用普通轮胎 打开后备箱 奔驰EQC同样没有配备备胎 补胎液和冲气泵 奔驰EQS也采用普通轮胎 打开后备箱 奔驰EQS同样没有配备备胎 补胎液和冲气泵 和前面两款车不同的是 奔驰EQS在设计时 就已经减配了备胎 补胎液和冲气泵 宝马新能源车型备胎调查 和宝马燃油车采用防暴胎不同 宝马535LE插电混动却采用普通轮胎 我们打开后备箱发现 宝马535LE没有配备备胎 只是工具包里配备了补胎液和冲气泵 奥迪新能源车型备胎调查 奥迪Q2L一重 采用普通轮胎 打开后备箱我们发现 奥迪Q2L一重放备胎的位置还在 但是没有配备备胎 只是工具包里配备了补胎液和冲气泵 奥迪EQS是目前奥迪的电动旗舰SUV 按照新能源车行业的减配惯例 电动汽车都不会配备备胎 但是令人欣喜的是 奥迪EQS配备了备胎 在这里 这说明了电动汽车明明有放备胎的空间 汽车厂家减配备胎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没错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调查结果 我们来看本次备胎调查结果 排名第一 配备备胎的车型是奥迪EQS 排名第二 采用普通轮胎 减配备胎 只配备补胎液和冲气泵的品牌和车型是 比亚迪新能源 蔚来 小鹏 宝马新能源 奥迪Q2L一重 排名第三 采用普通轮胎 减配备胎和补胎液 只配备冲气泵的品牌和车型是 理想万 排名第四 名列倒数第一 采用普通轮胎 减配备胎 补胎液和冲气泵 完全依靠救援的品牌是 特斯拉和奔驰 小孩子 真的没有想到 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先行者 奔驰作为汽车的发明者 既然减配最严重 本次实验名列倒数第一 是的 不管是先行者还是发明者 在巨额的利益面前 都成了不顾消费者安全的败金者 在这里 我们也要提醒所有的消费者 任何一款让你回不了家的汽车 在选车的时候 一票否决 好了 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里了 红阳行业正气 披露行业内幕 这里是浙江电视台 小强实验室 欢迎各位可以通过 国内各大主流视频网站 搜索小强实验室浙江教科 或者是通过微信小程序 搜索小强热线帮忙团 都可以找到我小叶子和大叶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